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来乍到你可能需要点心理准备 若有不同 请多理解 若有误伤 纯属意外 真的开门了 芝麻开门了 村长 请进 村长 酒吧 桃花屋账户金如盒 账户 啥意思啊 明白了吧 你的钱就要放在这里边 被骗过来一条钱的 这些人是刚搬来的居民 给扫码呀 面对未知的桃花屋他们充满了好奇 但兴奋中似乎又有些不知所措 二维码 是的 我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指令 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为 都是在他们的自由意志下发生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算真秀里人数算很多的 这十五个人其实挺难录的 这次融入到这样的一个集体里 你有没有什么你的破冰小妙招之类的 我就没有什么破冰吧 就是还是最开始你要让自己先舒服 别人才会舒服 那你要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 我觉得要不这样大家现在都是互相都认识的吗 还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我当时想骂呀 大家可别别太严肃正经的说了 这本身自我介绍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就一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真的太恐怖了 从哪开始 这边吧 现在我说一下 我们现在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靠什么 总归你是有成就的吗 就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靠什么成就的 然后来到这儿的 一个人说出自己有多高的成就 或者是曾经多么辉煌 我觉得那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不要客气 然后都好像我们互相真的都不认识 也不要觉得丢人 把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两分钟之内 从哪开始 从那边 好 汉哥 汉哥 我是张翰演员 然后呢在座的所有的人我都做过功课 然后我也都认识了 来了 你是演过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的演员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没名 你看那你就不诚实 你要没名也不会来到这儿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人生总有尴尬的问题 尴尬的回答 以及过不去的尴尬冷场 这不重要 这一点一点都不重要 你关得掉节目 但你躲不掉社交 你难免会遇到 有点年纪的人 有点霸道的人 有点You know who的人 有点Sorry who are you的人 好 年轻人要觉得尴尬可以不说 好好好 就下一个 来 社交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然一场普普通通的自我介绍 怎么会变成灵魂审判 好在所有关于社交的问题 都有它的解法 坚持看下去 答案自己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多组合的初见面场景 是我介绍 你就是到了是不是 你是 帮你制止死地而后生 完成对尴尬的脱米 好了铺垫做够了 竹菊等场了 就我一人 坐门口吧老年人 孤独地坐等啊我 比长辈倒得晚 这饭还能香吗 舒淇 舒淇 你倒没倒 就这屋子 就这屋子 都到了 我吃到了 抱歉 抱歉 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 还让您等我呢 你好 听说你是一个被教养的 很好的一个孩子 这会儿教养就不怎么样 你就不管了 不管用了 没有 害我这 我自罚 一会儿我自罚一会儿 等了你一个小时 先算了 那我别坐着 站一会儿吧 坐吧 坐吧 直到这坎过了 下个坎更难 初次见面总得有人掀起话口 你哪年呢 我九年 二十五 也不想 九六年都二十五 可得 有女朋友了吗 有女朋友了吗 上来你们问这问题 不让我问她 不让我 让我 没没 现在目前还没呢 有秘密的 不不不 他认了 明面上没有 实际上 对对对 实际上也没有 那不可能 也不用这 以前也谈不 现在没有 这都是早恋的故事了 那别跟我爸说 郭老板 你儿子 你儿子早恋过 对 右边这个 你两个朋友都到了 来 咱又来 你好 你好 美人 美人 一二五 第一的美人 你在等 你迟到 来 你粉底怎么那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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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得给我还厚 一个蚊子迟到 一个粉底打得厚 这是最新的唇色吗 你给我留点面 你给我留点面 咱点菜吧 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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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暗恋的人吗 现在 对 这没有 不是 基本上要就追得到 哎呦 没有没有 我没怎么说 我没怎么说 大方一点 女孩子不喜欢这样子 你说真话 大方的 你就马上说出来 在这里表白 没办法 好 我还是觉得挺快乐的 都还好 再说从小生活在一个 强社交的环境 受累了 就这么着成长起来的 所以可能就习惯了 你喜欢爆裂的 还是比较温柔的 比较爆裂的 你那时候也就比较爆裂了 我觉得 我现在就觉得比较爆裂了 我就快裂了 我现在已经 这还必须让他说出来 你喜欢哪类型的 我想上厕所 我现在 眼睛大眼睛小的 你先说 我上一个 我回来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想好我就告诉你 我这上个厕所 我的妈呀 叫车 这个情景 你似曾相识吗 你是经常被调侃的那个人 还是调侃他的那个朋友 无论你是哪种 接下来 我要给你讲的这套理论 绝对会刷新你对这个场景的人知 有个非常著名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是谁的社会学家 Randal Collins说过 社交场合中 情绪能量所聚集之处 就是社交地位最高的人 用普通话讲就是 在朋友的相处中 总有那么一个 被集中打趣的对象 谢谢儿子 对对对 表面上看 她好像在社交食物链的底端 但恰恰这样的人 可能才是掌握着焦点的社交中心 因为大家都相信 打趣她 不会让她觉得被冒犯 反而能拉近所有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个丹丹妈 就包括说 齐哥都是疼我才这么说的 谈不到什么我害怕呀 如果你是朋友圈里最好欺负的那个人 实际上你可能是最受宠爱的社交中心 即便不是 多些自信也没坏处 不许你为什么来这段综艺啊 因为真的我说真的 你说真话 就是因为您来了 我连节目内容是什么都没问 你从哪知道我的 电视上 我觉得你好可爱啊 听见成功的呼声 对您的戏迷 我居然有 之后他们就说 有那个小麒麟 隔离的时候我就在看得音逗笑社 哦 要不然之前我没有 完全没有接触过相声 哦 嗯 对我觉得太好玩了 那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们我们现在知道大概方向是什么 不知道 完全一头无水 哦 我原来以为是度假了 不是度假吗 哈哈哈 如果我们有一次机会做一次选择 我们想过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活 嗯 我们在北京找到一市区50公里 哦 一个叫桃花屋的村子 这个社区全部交给你们来打造 运营和生活 你们三位啊 作为第一批居民 嗯 那剩下的其实是希望你们可以推荐 嗯 或者是我们导演组找的一些不同性格和技能的 其他的嘉宾 一共15个人 我我我我我我 插插句话 嗯 我其实挺想认识认识同龄人的 你就是烦我们那俩人 没有 我 你就明说了吧 我不是这意思 我不能找同龄人 哈哈哈 什么呀 年轻人不魅力 魅力棒 魅力对 配迟到 嗯 我们这过不去了 我估计这几期 哈哈哈 如果选了桃花屋这个地方 我们就希望 咱们每一位嘉宾 我们自己掏钱出来 成为桃花屋的股东 自己掏钱 对 带资入股 带资入股 咱们就按年龄大小呗 年轻的多出 啊 啊 少年少 年轻人 今后还有很多年可以挣钱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也可以再找更年轻的朋友 从他们那儿拿钱 对 哎 先加个微信 哦对对对 要不然没有这转账图景 对对对对 主要是为了转账 哇 哎呀 你好你好 哎 我特别好 之前就是没名没名 你这有点假你这个 双鲜你一首都没听过就那个了 我没听过没关系 没事没事 你必须得告我一个 快 你最有名的是哪一首 我最有名 我搜一下 别别别别别我最有 你要加冰框吗丹姐 那我来点吧 这个服务 你除了干活之外 你告我一下你最有名的歌 我最有名的歌 因为都太有名了 都太有名了 你政治性给我哼你一句 哎呀 李雪芹快来了 丹姐穿哪儿过来了 哈哈哈哈 那你一首都不让说呀 那我搜啊 对对丹姐 你这样子我要播放你的小品了 播放你的小品了 哎你是 播 有女朋友吗现在 没有没有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哎我喜欢姜妍那样的女孩 啊真的啊 你你喜欢她的性格 还是喜欢她的长相 我喜欢她的 哦 因为我也不太了解现在的孩子 是怎么想的啊 我非常害怕 对我有隔阂 没错 对新朋友持续释放好奇心 是长辈们突破隔阂的社交小妙招 他们也不是真的要逼你说出感情状况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和你拉近距离 实在不行 等她把目标转移 我来了 快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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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来了 哎呦 好尴尬 你好尴尬 整个水都洒 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李雪芹啥的 我看完挺伤心的 然后我也自我反思了很多 所以借此机会我还想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说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机智如他 一定可以从容应对任何尴尬场面 在这给你找一个我觉得可以 这有限的不就他 郭麒麟不好吗 我配不上他 哎呀别别别 真的你跟郭麒麟是一样大吧 我比郭麒麟大一岁吧 你多高吧 我一米六七 完了 他要一米六的 他要一米 他规定一米六呢 他说戈尔币不能超过他 对不起 下一个话题吧 行 看 结束一段不想继续的对话真的很简单 不好意思 我是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不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吗 不可能 你也太美了 你感觉好像 苏黄姐好久不见 我就听了 这发生了什么 那好了孩子长这么大了 长这么大了 那他原来不就是小朋友吗 算算算算 天呐 导师 我们大 就让我们共同有请 八三明星慈善业的创办人 苏王女士 你们在外看到时尚 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到的 明星大合影啊 哎呀往中间再往那边不怕不怕 来来继续 你们都往后啊 你们怎么拍啊 小眼坐这儿 华少你进来 华少你进来 不是我知道我待会就进去了 你现在就进来 哎好嘞好嘞好嘞 我特地请你们两位加入我们桃花屋 去拍照是吧 不 苏黄姐的节目没听到 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因为你 你就特别会 做饭 也不是 比如说艺术上的呈现 怎么样把桃花屋弄得特别好啊 这位曾经的时尚教母 搞定过百人明星大合照 区区十五人的桃花屋 哦 so easy 哇塞 我们这边跟总编军确认说 学长不戴口罩ok的 是吗 对的对的 满足播出要求我 嗨 其实我戴口罩已经戴了15年了 不是现在才开始戴 这个叫自我保护 我所说的每句话 哪怕不好听 都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受伤 大家会说这是个娱乐的事 大家 我们不要老用大家这个词 根本没统计过 你的人设是较真儿的 谁告诉你我是非得较到死真儿啊 你自己重新看桃花屋 我从来都没完整的看过 你不看评论 我为什么要看评论 写文文章我又不是商人行为 我要看看他回报率怎么样 我真的是个业余演艺圈的人 业余艺人周杰 主业是专攻健康有机生活 他将刺激自足做到的极致 大名水道 鸡蛋 对我有很多生活习惯 比如说我不吃油炸的食品 不吃泡面 不吃这些快餐食品 那是因为你不快乐 你才去吃那个要快乐 如果你不吃这个也快乐的话 需要吃它吗 你也知道你的体质哈 朝黑体质 其实你的负面的口碑和路人员 其实都不算是特别好 这个是比较严肃的 作为宣传也是会比较担心的 人家说你肯定是你做的事情做的不好 那有则改制屋再加免呗这个东西 我看的还蛮开的 他刚用了一个成语 我很有文化 说害不害怕桃花屋的居民对你有偏见 就是用自己的那种性格魅力去吸引他们和我交朋友 你最好有 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好好相处 我觉得他们会就是会发现 孟子毅也不错 挺好的 结果21天后发现 孟子毅 她就是那样 就网上说的全是真的 刚刚你那个表现我就送你四个字 娇柔造作 你今天用了好几个层语了 我就是很有文化 我这被你们击估了的孟子毅 拭目以待 去桃花屋送你的四个字 坚强勇敢 再送你四个字 不要租 你吗 回来的时候你跟公司的合约还在 还在 现在想知道我吃什么 哦 你叫张翰 是一名演员 aka 霸道总裁 所以郭麒麟跟您发来这个邀约的时候 其实您嘴上说 我拒绝了 嘴上说不要 我是真的拒绝 杭哥你好 我是郭麒麟 我呢现在郑重地邀请你 来参加我们这个50公里桃花屋的录制 一定要来哦 郭麒麟对你发出了邀请 您的想法是 我的想法是不去 我是为了我的工作而来的 我来这个地方不是任何人对我的邀约 我是导演组请我来工作的 大家相聚在这个地方 就完成这份工作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这15个人都会成为你非常好的朋友 有可能不一定 这都是随缘的 所以就盛其自然 我其实不霸道的 对 但可能我在真实的工作里边 不会有那么多废话 想要做什么 执行力 然后还有目标其实很明确 没有那么多废话 你有贷款吗 如果说要投资的话 您大概会想要投多少钱 我为什么要投资 因为要建设堂花屋 为啥要建设 因为15个人都要建设堂花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你租金多少钱 能租多少年 10年还20年 那你每个人的话 那你合约啊 就是我真投多少钱的话 你是怎么给我算股份 让我下车 我好想逃 你可能不霸道 可你是真总裁啊 是那个 不好意思 开错了 你喜欢独处还是群居 我喜欢独处 我当然喜欢独处 可是我们是个群居节目 就我喜欢独处 但是你也就是让我群居 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李小荣曾经说过一句话 人要像水一样 把你丢到什么形状的那种瓶子里 你就啥形状 你把你丢到什么形状的那种瓶子里 我的朋友 昨天有一个微博上的歌 是个文章 是里面的指名 是谁 是李雪晴老师 不是 你是一个男生 我那 那个王苏蓉老师 是的 他那个脸 所以说 杨子第一次跟丹丹姐见吗 对对对 第一次 那说说你对丹姐的仰慕吧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不用 给一分钟你就找记者 最准确的 照内数 那是我的人生偶像 我奋斗的目标 那评价评价我吧 那是我儿时的文章 但是说真的 我上初中时竟听你的歌了 真的 真的 谢谢你 哇 那你可以哼哼一个他的歌吗 你哼哼一句 嗯 我先下车了 你看看你 让你在这儿 无脑吹 我终于想起了一个 是不是有个客观不可以 你终于想起来就还不是我的 我想下车了 太尴尬了射死了 你 reasonable 你还拿我 最后这个 是怎么办 你没用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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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干了 我已经没电了 我也是 我从楼走到 走下楼我就不想录了 太累了这节目 我这个PD 他特别担心那个逻辑有问题 就是我不是拿两趟 这一趟拿行那个大米 这样上拿鹅吗 嗯 来吧 开始了 嗨 到哪儿去呢 现在 在这儿去 你在这儿得说句话呀 你不是让我拿鹅的时候说吗 不是 你得说句话 你还得再去拿鹅呢 就因为我没说这句话 我又冲完两遍 啊 开始了 我还有一个鹅 再来一遍吗 来一遍 我谢谢你们 开始了吗 我还有两只鹅 来 再来一遍 要重找一遍吗 哪里想象 这真人秀也 也NG太多次了吧 谁是没办法 我给你们写进段子里 我给你写进去 哎 这边 这是什么 我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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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拿了这么多东西 下来看 哈喽 郭杰林哥好 哈喽 郭杰林哥好 妹妹 你拿这么多东西啊 呃 这个是买了一箱吃的 然后还要和大家玩的 好 行 谢谢你来接我 我别 你别客气 不是 怎么这都 装 装不下吗 你为什么还带些大葱了 我是 因为这个大葱 然后是要配这个鸡吃的 这是什么 这是活的 没有 这是半成品的焦麻鸡 哦 行 那咱不打开看了 嗯 呃 行 咱们搁吧 好吧 这对我的就是搁 好 行 好 可以了 行 好 可以了 不用 这样 没事 没事 你给我 没关系 给我给我 真的没关系 给我给我给我 你拿那个就好了 给我拿这衣服 好好好 给我拿衣服 走 可以吗 可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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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咱们 你要不要看一下 你的内力卡车盆栽呀 天呐 这带过去了吗 嗯 因为我上次啊 大概半个月前 我去桃花屋 那个地方我看着 还稍微有点 没有生活气息 还没干好呢 咱别上去了吧 不像想象的 那么舒适啊 我就跑到花市 买了这么一车的花 带蛮好看的 是不是 我们直接拍照对吧 好 买了花不拍照 等于没买 何况是一车的花 拍了照不分享 等于没拍 何况是前八杀主编的照 帮他群里吗 对 好的 你当然可以肆意散播自己的快乐了 可是别忘了 人类的悲欢呢 他有时 他并不相通 我的妈呀 苏盲姐拉了一车花 你输了 哥哥 他不用拉这个我都输了 我输的彻底 哇哦 他们带着一车鲜花呀 这个桃花屋 为什么要带别的花去 看看我们的反馈吧 不会没有反馈吧 没有 没有 太惨了 为什么 我申请一下 你真是气愤给我 我身的体质 我刚才跟他们投诉了 我说 我们这么盛大的花 然后也没人理 天哪 这个欧欧跟苏盲姐说 等一架帮你种 我还快这时候蜡娘子问了说 那你是谁呢 你帮她种 你是谁呀 我真问了 欧欧老师是谁呀 好勇敢啊 蜡娘子问了说 幸亏有泥 这些箱子就要堆上去 啊哈 现在来正式介绍一下这两位 花鱼的人 我叫欧欧 我在缅甸出生 我在缅甸那么热的一个国家 做毛衣设计师 大家都觉得我疯了 如果我没有遇到毛衣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能只有一半的快乐 师傅您好 您好 去桃哈屋 对 大家好 我叫陈陈陈 然后我是个艺术工作者 认真做当代艺术 音乐 然后这常见上每个像素 它其实就会触发一个声音 今年开始做科幻漫画 我是那种计划狂 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在做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所以你需要一套极为靠谱的流程才可以把这个不靠谱的事情做出来 圈外的他们会如何融入这个群体 你后来这几年是怎么发展的呀 我其实有很大一段时间 比较闲 没什么工作 然后那个时间 我就学习了烘焙 是吗 因为我真是那么想的 如果真的不可行的话 我就去开一个烘焙店这样 真的啊 我现在就想赚钱 给我爸妈换套房 好 桃花屋 我来的时候 就怀着一个 被治愈的心 我希望在这里得到愈合 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机会 能来到位于北京城外50公里的地方生活 这个地方我们对它有一个美好的幻想 我们管它叫桃花屋 树药自然行 玩起来吃顿饭 吃顿饭大家坐一起聊聊天 聊聊天之后出去溜这一圈 这是我最理想的生活 我们几个就都是一个人来到这里 变成一群人的生活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把整个这个社区建设的更好 至此居民们各怀着美好的愿望全部抵达 但要扛起振兴乡村的重任 描绘美丽的乡村新画卷 势必要经过重重考验 建立联系 挖掘资源 开发外部游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未来的桃花屋能否被打造成 宜居的新型乡村社区 欢迎来到桃花屋 我们是第一批吗 请随意走 随意看 大林子 大林子 小野妹子 谁把你们判来了 好 欢迎 好 好嘞 老师好 你把这个大的放在这个上面 拿我来拿 你这样拿不到吧 不行 我不是 这个素材 我们这 我们不要营造这种缺乏自己能力的人设 好 走 可以了 我们俩个从成立我们回家过年那感觉 我觉得咱们就先转眼看看 这不错 咱们可以从小院先看一眼 哇哦 还有滑板 还有一家店 还有零食机 免费的吗 请说说您需要购买的商品 九号 用快乐之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我记得好傻啊 什么游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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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要 我不吃了 我不饿了 这有点 一家之主那感觉 啊 老大做的 我来那最小的 你看那 非常的可爱 哇哦 行啊 我这大厨房 天天做大锅饭 欢迎来到桃花屋 有人来了 有人来了 哈啰 哈啰 舒老师 舒淇老师好 来来来来 零食 哇哦 大家也喜欢吧 这个比较重 那我就 小朋友们 加油 欢迎来到桃花屋 请随意走 随意看 桃花屋的美 等您来发现 哈 这是丹丹姐的声音吗 欢迎来到桃花屋 在等桃花 桃花屋即将迎来15个人 超大型初次见面现场 欢迎来到桃花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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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屋的美 等您来发现 摄恐警报 尴尬会无处不在 比如 哈啰 哥好 小月小月 你好你好 当你的热情 没得到同等回应 为什么你自己来 我的搭档呢 有了点事情 我背放鸽子 当你错过了 打招呼的最佳时机 对啊 我也第一次见了 没礼拜 你应该先这样打招呼 对不起 对不起就可以算了吗 我原谅你 哈啰 你也是村民吗 啊 周杰老师 哈啰 哈啰 这就是到了是不是 你是来住的住这儿的吗 当你被未来的伙伴 当成路人 周杰老师 你可能不认识我 但我跟你一样是村民 哦真的真的 那欢迎欢迎欢迎 没事 只要你不尴尬 尴尬就不会注意到你 大家好 我们是六五零 华语说唱 评团 一二三 六五零 发报处 烂木扬子 正规刀 选择演员 李雪芊 大喊一声 不许放 烂木扬子 非等发报就玩玩 耶 耶 下档没有 厉不厉害 震不震撼 哦 只要凑齐四个人 尴尬就会自动消除 没错 当一群人拥有了某种独特的仪式 不管是这种 大家好 我是 我介绍你 我们选 一二一 还是这种 团魂都会带来额外的勇气 这边这边这边 通过释放本能 跨越羞耻感 看他们分分钟给你突破尴尬的底线 27号 行 听到了 听到了 还要给你眨眼了 笑声 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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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 笑早了 开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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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笑了 还好笑了 太可笑了 啊 下男嘛 哎呀 好久没有这么笑了 哎呀 花花 我们笑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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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姐 够了 够了 来 大伙儿吃 这是姐笑出来的 咱们好好珍惜啊姐的笑 笑声 哎呦 果然好厉害 哎 好漂亮啊 太美了 有没有那种桃花屋的感觉 我也是桃花 我的鞋上有桃花 我的鞋上也是桃花 是孙王姐准备了这些花吗 对啊 我有准备了很多东西 加湿器啊各种香热蜡烛呀 那个火锅的那个锅 然后呢我本来想带烤面包机 但是我觉得咱们没有人早上会起来吃烤面包机 我就没带 我做我做我做他带了烤箱 他会烤 我还给你们都准备了床单 我怕这里没有床单 而且因为这山上会比较冷 所以我准备的都是加荣的 哇太好了太好了 天哪这太贴心了吧 怎么样我不像传闻中的那么讨厌 对不对 你传闻中很讨厌吗 有点讨厌 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嗨嗨嗨 你这怎么了 摔了一跤 哎呦那些男孩 哎呦做综艺真有综艺感 跑去迎接 但是他们光看着也不帮板 每一个人去交接花也去了 你看 交接花也去了 她说交接花也去了 交接花也去了 你看交接花 王剑 姨姨 娘子 哎呦这淋了一堆啥呀 哎哎哎 完了 你好走姨姨 哎呀 哎呀 来放在这边吧 这是 奔向她一背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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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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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吧 白孩 素庄姐 啊 哎呀 张翰老师来了 嗯好漂亮 谢谢 谢谢 我今天有在看你的那个伤合令 阿湘 嗯 没有看过我什么剧吗 我看过呀 神奇丽 哈哈哈哈 漂亮 看了一下 哎呦 哎呦 你们来过来见一下杰哥 王苏龙 见过了见过了 你是最晚来的一个 讨厌 哥好哥好 哎 哎 哇 我尴尬 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对 我跟陌生人交集其实挺有问题的 我特别不会聊天 有时化解尴尬只需要小小前进一步 做个自我介绍 丹丹姐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叫 你呢 陈陈陈 三个耳朵陈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是最近流行叠叠字吗 哈哈哈哈 各位居民 人都到齐了吗 大家可以选房了 在桃花五有三套房子可供村民自选 有单人间双人间 选的不仅是房 还是你的室友 邻居未来亲密的伙伴 哎 这房子怎么分呢 就大家自由组合吗 反正得先让哥哥姐姐们重视 对对对 那人间 那我住你对面呗 好嘞 您知道密码吗 这不是写的吗 那是写的 我现在已经开自己的门了 啊 这个很好啊 哇 哎你们先下去不要进我的房间啊 谢谢 谢谢不好意思啊 可以吗 可以看一个 哇 我已经住在这了啊 好 我我研究了半天密码就是住在这的 好了我的头盔已经放在这了啊 你们就不能再抢了 得了 哦 哦 我的客厅啊 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后面的那个区好一些 哎 我来住这吧 这么多我觉得这个可以啊 我来住这对 这还有个小客厅 好我就住这了 之前对自己的认知 我老觉得哎 到这来啊肯定哎 这朋友说来咱们住一屋吧 咱咱们住一屋吧 看谁给我抛出橄榄枝 然后咱怎么怎么样了 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我在等待别人跟我说咱们住在一起 我得找个男的了我现在 彭楚月 我跟彭楚月 咱俩一个层间 咱俩一个层间 好呀好呀 因为我跟彭楚月原来认识 也是一个我之前很熟的一个弟弟 既然有一个熟悉的人在 那我肯定先向熟悉的人靠拢 我们都是一个车来的 咱四个就正好就搁这吧 咱四个就不用再走任何一步了 其实这里很棒 你们也搬过来吧 我们 fashion圈的住在这边 可以啊可以啊 我住这里可以啊 我想来找到了一个挺不错的地方 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我是一三级的 我是一六的 这是女孩的 那我们就这样吧咱们俩 可以 一直期盼你的到来 没事咱俩可以住一房间啊 咱俩就这个就选 行 好 跟汉哥本来就认识 就很自然的 选一间房呗 我俩我俩住这屋了 人家住这屋了 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没有 没有意义 好 后来等来等去 人家都两两成对了 他给我一人甩下了 有一种天下之大 哪里是我存身之所的感觉 但是我遇见了一个 很喜欢我的新朋友 你还没选吗 我 不会吧 我是没选 我也不知道住哪了 我房间还有一个空位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这也不错 我之前以为你俩要住一个屋呢 没有 交个新朋友吧 咱这就自成一家了 姑姑您会做饭吗 拿我做饭做超好 是吗 咱就四口人也好呢 一家四口很好 好 出来了宝贝出来喽 他们太小了 不行啊 这笨的喝的 这也太笨了 这也太笨了 出来了对 哎呀哎呀 这个是谁家的狗啊 你家狗叫啥呀 乐乐 我感觉你家乐乐好像在寻求什么突破呢 想说进去 可别打什么坏心眼啊 大家都是邻居 大家都是邻居 一嘴鹅毛 可以做朋友他们 我们把那个鹅位上 够得了吗 不行了 你拿一下 你要下去了 在这边呢 你卖进去 这 我只要我卖进去 哎呀哎呀你就卡住了 这我卖进去咋出来是一个问题 哎呀 哎呀 哎哎 咋它 哈哈哈哈 不准开不准开 这太笨了 这样你你拽我你拽我 你拽我你拽我 我拽了 你咋跟你招一样 来 过来来 来 谁带着小鸭子啊 我带着 太可爱了 它是鹅姐 走啊 让它隔着吧 命个名吧 他们叫那啥叫酸菜不行吗 另外一个呢 本条 三菜粉条 炖大鹅 多香啊 吃饭 好饿啊 你们住哪儿啊 这一进去就是 其实就你们隔壁 要不要来看看 我看一下 这是八号房吗 这个瓷砖也太好看了吧 像山水画一样也 纹理如此的大气 居民们 现在可以来六号餐厅吃饭了 这是你们在这哈花屋里 唯一的免费午餐 我觉得咱们呀得人齐了 咱们得选一下村长 群体对秩序和效率的渴求 需要一个Leader来满足 就像乐队需要指挥 旅行团需要导游 班级需要班长 安全感 Leader是啥 还不是出Leader 那要不然周杰你当村长吧 我觉得你能力强 我是最不适合当村长的 为什么 长得不像啊 你像 不像 12个都是艺人 都是自由散漫的 他们是没有单位的 所以他们不习惯听指挥 艺人拥有极强的艺术感知力 但要成为物长 需要的是极强的管理力 他们之中 谁能展现这样的天赋 我们刚才应该说 谁主动坐在那个位置 谁就当村长 大家都没坐那个位置 这正给我留的啊 你要不行我做什么 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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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舒舒点 我觉得咱们人齐了吧 哎呀我这个 因为我年龄最大 大家一边吃 我说几句 首先哈 我觉得咱们确实需要一个村长 对 就是有一个人 要在意这所有的人 比如说我们该干嘛了 你决定了 你得告诉大家 我们大家就执行 最难的地方就是 15个人有15个想法 就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东西捋得清清楚楚 逻辑性特别高 完全要去引导14个陌生人 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 很难的一个事情 这件事我 我首先我认为 我不适合当村长 因为这不是一个黄昏这种节目 就但是一个网络综艺 老年人确实不看 所以我不认为年龄大 就要干这个事儿 但是无论谁当村长 我都是最好的助手 好不 要不然郭麒麟 你 我 我 我首先我 我真干不了这活 我大小就没干过 这类型的 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一 我不是作为的人 我不是这种性格 二 我不想作为 我来这儿不是过日子 我生活来的嘛 我干嘛当叶主委员会的主任 我也不忽而迷 说实话物长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真的做不到 我无法控制 我不是演员 然后呢也不是艺人 我觉得隔行如隔山吧 每个行业都有他自己 这个交流的方式 那你来当村长好不好 你都红了十几年了 嗯 人红胳膊 没作品啊姐 没作品没关系 今天这个你当村长 就是你的作品 好 那我来说几句话 就是大家投票怎么样 好 好 同一投丹姐的举手 没有 两个 三个 三个 我提一个最合适的 啊 苏芒 我不 我觉得可以 你看你这个臭孩子 我让你坐这 不要 光明当选 不是 我不要 不要这个臭孩子 坐那去 我不是那 我不 来 举手 我觉得苏芒你不能推脱了 因为大家太信任你了 我没有参加过真人秀 我是因为郭欣林不想坐这儿 我才坐这儿的 哈哈哈哈 因为那个大型的这些 呃 活动啊 只有你只有你做操盘过 我们都没有 哦 行吧 苏芒 不 你不用摇头 没有什么更多的事 只是多操一点心 然后 我想丹丹姐 嗯 你什么都不用做 咱们呢 按照这个年龄排位 然后你做村长 杰哥和我做一柱二柱 那个书琪就做三蜜 大蜜 二蜜 三蜜 或者轮流也是 轮 要不然轮流做村长也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 不是 要轮流怎么做 比如说这三天我们是谁 那三天 是这样 咱们第一个先按年龄走 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 好 那最小的开始 那我最小的 那没办法 对 师范说了 要不然我们还是投票吧 对 反正先投票 然后 我们可以命名 命名投票 首先有人自己想当村长的吗 对 对 对 晨晨 愿意当村长吗 你当辣弟弟 晨晨晨 你当吗 我可以当 我可以当 大佬了 看来社区的发展总需要有人站出来说一声 我愿意 晨晨晨 你长得就像村长 你长得特别负责任 是吗 如果我不是屋长的话 我很有可能就是隐形的 哦 我当屋长是不是有可能能够以一个更好的 那个 名义去服务大家 换取更多的耐心 然后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做一些行为艺术作品吧 我自己有在写相关的论文吧 就是跟这个共同生活 理想生活相关的 我刚写好 我想 其实马上就有这样一个社会实验那样的一个东西可以 可以去做一些验证 这是一个大节目 所以你们选人的时候 你们已经做了一套样本的那个分析 就每个人的样本非常各异 所以说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就觉得我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 能够这么自然的把这个社会实验给做完 一个true leader 智慧和手腕缺一不可 物长能否说服大家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欢迎新村长讲两句 我们大家都这么谦让 我是觉得就是首先没有人当村长 所以我来当这个村长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要制定一个 让事情推进的方式吧 比如说我们怎么样讨论 各位居民 各位居民 我们还有艾路宅呢 你们也去看看吧 艾路宅我看过了 我刚才拍了照片 居民们 你们去艾路宅看看吧 可以看看里边更精彩 咱们一块去吧 要不然她会一直讲 我一直以为那个是单单姐的声音 刚才啊 那你试试说这句 你说居民们我们去r房了 村民们 还有一r房 这不就是你吗 大家没事可以上带的看看 大家 识谁了 识谁了 团长 你有对象吗 没有 怎么了 团长 你多大 很大 33 33啊 你数什么的 数兔的 数兔的 团团的 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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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这个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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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了自己 还不让看呢 对啊 好像惩罚啊这个地方 对就是一个会让你住了以后感觉更孤独的地方 但有些人会当做惩罚 有些人可能当做是奖励 是个享受 各位居民们 桃花屋第一次大会在古仓召开 请大家采访 谁能想到这个桃花屋的大boss竟然是喇叭 我觉得今天的任务太多了 对 要是太满了 咱不是到这儿理想生活吗 这个节目不太适合我 我以为 我们都以为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按我们以为的那么操作呢 我们无视他们那喇叭不就完了吗 怎么这么容易被一个喇叭给控制住呢 没事 被支配这种事 有一就有二 一个会的结束意味着 下一个会的开始 我觉得要不这样大家现在都是互相都认识的吗 还是我们作为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当时想骂呀 大家可别别太严肃正经地说了 本身自我介绍就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来 现在我说一下哈 我们现在呢开始自我介绍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 靠什么 总归你是有成就的吗 靠什么 成就的 然后来到这儿的 你像你是歌手是吧 我就纯帅 我是纯帅 那主打歌曲是什么 你不能十几年了 你一个主打歌都没有 行行行 我一定会有的姐 我一定会有的 我一定会有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干啥 干啥都行 不要客气 然后都好像我们互相真的都不认识 也不要觉得丢人 把自己简单地介绍一下 就一开始每个人自我介绍真的太恐怖了 我我我我我我怕我说出来我是谁 大家没有反应 我绝大部分人都比我红 好 我先介绍 我我叫周杰 干过演员 也也也这个写过剧本 我现在在投资叫有机农业 所以米面油盐酱子炸 什么这种有机的 而且做有机农业 介绍完了 好 嗨 我是舒淇 你们可以叫我齐哥 关打拼 也大概快三十年了吧 二十六七年了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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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叫宋丹丹 我今年六十一岁 我二十岁进北京人意 我出道四十一年 然后我就是一个小品演员 我也演过一些电视剧 演过电影 大家好我叫郭麒麟 呃 其实我干过的工作也不老少了 也说过相上 录过好多综艺节目 去年也不少录 然后也拍电视剧 也拍过电影 我拍过什么 我是谁 这个太让我紧张了 谢谢 谢谢 来 上你桌 快 好 快 上你桌 我是张翰 演员 然后呢 在座的所有的人 我都做过功课 然后我也都认识了 来 了 你是演过演过什么 你是有名的演员 我没名 你看那你就不诚实 你要没名也不会来到这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最有名的一个歌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你哪年呢 有女朋友了吗 你你演过什么呢 就是你还是要介绍一下你自己 确实想知道 要不然老得问她演过什么 我们都一样丹姐 我们就是纯帅的 我们在座各位 其实很多都是靠脸进来的丹姐 不要有负担 那你就说两个 我没有任何的负担 那就说两个 快 我都说完了 我只是一个演员 就这样 对 就是看过人就看过 没看过就没看过 就像在座 很多人演的戏我也没看过 但是我知道 其实我 我不是特别了解张翰这样的性格的孩子 我觉得她跟郭麒麟和龙龙这样的孩子 是性格是不同的 我想让大家说出自己的代表作 我是希望他们可以放松下来 但是要给年轻人时间 好 年轻人要觉得尴尬可以不说 好好好 阅读空气什么人意义说 气温不对 赶紧退一步 手机哪里有影响了 一二三 去查一下 查一下 你恨哥不尽 当时我就完了完了完了 赶紧有个人出来打个岔吧 别太严肃正经的说了 就赶紧说点有的没的吧 大家好 我是汪苏龙 好 就是我是 我是在二十岁的时候 有一天我在 因为我是沈阳人 然后我在沈阳逛街的时候 因为长得帅 然后 就心态 发现了 刷了一半的脸吧 所以导致 也是可能 可能是我的外表给了我很多的束缚 所以我现在没什么作品 就是很多人提到我就是长得帅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希望 对让大家记住我 我叫汪苏龙 谢谢大家 我挺喜欢汪苏龙的 我不知道他是这么幽默的一个人 太逗了 好 因为龙哥在我前面说话 我稍微舒服一点 他给我感觉就很舒舒适 很有安全感 大家好 我叫彭楚月 大家可以叫我小月月月 我是五年前出道的 然后那个出道的节目的导师 就是舒淇琪哥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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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劇琴 现在就应该鼓掌了 他说完 不不不 他说完我叫劇琴 那他是应该鼓掌 好 去吧 去吧 好 夏刘 本来没有我 完了 家里面突然关系 就让我进来了 为什么 把老大 非老大进来才进这个节目 一般人说也不让来 所以就是希望咱们都能 好好休息在这个节目里 欢迎 好 你们这两个人沈阳 你们俩有点正经 你们说点正经的行不行 给他打call呢 自我介绍 就是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完全没什么对错 坦诚说就行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就很想成为一名演员 然后自己做短片 然后做网红 然后自己创业 然后慢慢真的得到了 做演员的机会 然后现在就是 好好做一个演员 希望成为一位 优秀的女喜剧演员 好 大家好 我叫欧欧 我在缅甸生活了十三年 然后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 然后在国内现在九年了 我今年三十七岁 你好年轻 我真的 我真不想 我真的 我名字叫赖万林 然后你们叫我小赖就可以了 然后应该是这边年龄最小的 然后十五岁就出道了 厉害厉害 哇 嗯 那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二十 今年二十 哇 比我女儿还小两岁 大家好 我是周也 然后我是去年刚刚毕业的 所以我在北京没有家 因为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拍戏 所以我想来桃花乌 是因为我觉得 桃花乌是我的第一个 在北京的家 哎呀 马上 那你不要这样 对 然后你们就都是我的家人 谢谢 嗯 大家好 我是苏莽 我年纪大了 我就特别想关注心灵 今天做了一档节目 叫了不起的姐姐 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孟子玉 然后我特别自来熟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热情 能让人不舒服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担待 村长 大家好 我们叫陈陈陈 然后现在更想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村长当好 让大家在这里能找到自己 想要找到的东西 我呢就去享受这个服务的 这件事情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村长 谢谢 自我介绍就是用尽一切手段 让人记住 方便他人快速在群体中 捕捉到同类 所以你记住了谁 我记住了张汉 他说他是个演员 可是他不喜欢把作品说出来 我觉得挺帅的 这汉哥呢 我认识他其实很早 十年以上 我对他最惊讶的就是说 他是这里面最有风芒的 我只是一个演员 这个让我的刮目相看 我对他的这次认知 是新的 全新的 如果性格够硬 他不用刷 存在感就在 之后会有想法跟他 目前还没有 因为他这种性格太硬了 对我来说 虽然我记住他了 可是不会让我想要去 一直跟他去接触 这种性格太硬了 哇 哇 哇 欢迎来到桃花舞 未来三个月 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 可以自由使用 桃花舞的所有设施 把这里建成你们 心中的影响社区 这是一次振兴乡村的真实记录 这是一次 充满认知的生活体验 唯一的规则 就是你们先要自掏腰包 成为桃花舞的鼓动 谁让我们花钱 你们投入的资金 将进入固定的账户 桌上的手环 也急着深入信号 由于你们在桃花舞的招会 还跟什么呢 带上手环 与其挑战吗 带手环付钱 我来到桃花舞是想 避免我在生活中赚钱的压力 没想到来到这里 要花钱的压力 而且继续面对这个心 这就是桃花舞的真面目 当然跟片钱无关 这是一个关于 共建理想生活的大蓝图 但15个居民有15个理想 这道合作题关键在它 舞掌 请开始您的表演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现在这个会 其实有四个事情要解决 第一个是自我介绍 第二个是出多少钱 第三个钱怎么管 第四个是晚饭怎么吃 我觉得这四个 我想要先问一件事情 好 水怎么办 是不是也让我们自己去买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从进驻到现在 大家觉得有什么需求 需要提出来的 我先收集一下 或者等等之类的 其实 我有一件事要存在 什么水吃饭 这些都有小事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大家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是 我们来一次大家是要干嘛 对吧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好 核心问题可能会花一点时间 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就大家用简短的方式 大致说一下自己想象中 所谓的理想社区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我们 千万不能先开始讨论 每个人心中的理想社区 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发言 你换一个议题 这样吧 我觉得我们先 给钱吧 先给钱 不是 我先问一下 出钱是干嘛 是要买吃的出钱吗 其实我们先不管这个钱做什么 嗯 我们可以先存一些钱 在一个十字里 大家心里有提点 孙长 主要现在涉及到这个钱 是说我们自己今天想喝瓶酒 明天想买个烤肠 也从这个钱里走 还是说公共的 是 不是 这里头有一个问题 这个钱啊 到底是 它干嘛用的 先是吃喝啊 是仅体吃喝用 还是个人吃喝用 集体 集体 个人吃喝也是集体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我指的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要取消这个花钱的机制 因为 因为我们来这是来好好生活的 但是如果 要有了钱 我今天买个酒也买不起 买个菜也好不起 那过的就是算你的生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取消了一个会 但如果不开会 咱们干嘛呢 我们的议题到底要进行吗 我觉得光这个 都可以聊一整个下午 怎么办的 如果我们还要花时间 现在这里讨论 花钱来吃饭和 就这种生存类的节目的话 我们是无法追求理想生活的 我现在有一个核心议题是 我们愿意出钱 是用于建设理想生活 而不是生活费 或者吃饭 或者别的这些事情 就这个是 但是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同意 我认为没有生存 就没有后面的理想生活 对 吃饭总是可以的吧 没有他们心里是 可是我觉得 应该是要打造这个桃花物 它是需要花费的 而不是我们生活上花费 对 不是 我觉得咱们如果搞什么创作 或者要有什么表演 可以一起出钱 比如说他想要做一个什么秀啊 是不是又有种熟悉的感觉 没错 当所有人都有意见 却没有人拍板定论 就会有点痛苦 放松 你当个快乐的吃瓜观众就好 生活就自己弄自己的 这不就是咱们的一个共同的基金吗 所谓的 是吧 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去 在路上我的PD就跟我说这个事情 让我们共同投资 我说那是不是要立合同啊 所有人都是股东 大家来经营这个地方对吧 真的赚钱要真的花钱 那个才会启发人们的动力 首先 我认为就是把注意力放在 怎么花钱 花了多少钱 谁出了多少钱 谁又买了什么 一点劲都没有 对对对 是是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一群人 我们是要建立友情 我觉得第一期咱们应该轻松点 咱们就每天玩 就做游戏 对 然后就熟悉 耶 开心 我们就叫50公里 郊外玩 真是多热闹 感觉村长要难当 村长被架空了 我跟村长 村长 村长蒙 可能我们这15个人 跑我这 他们14个人 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上 都能当领导者 但是 你想这个刘备也为什么和曹子和孙权 他们仨不在一个国家 是吧 这个对吧 那这八个皇上不能搁一块 是吧 八个CEO管一个公司 你这公司上哪好去 务长这种一个CEO管14个CEO的感觉是第一次吧 掌握话语权的突破口 也许就藏在最基础的问题里 村长 村长 村长你叫 等一下 齐哥坐坐坐 齐哥你好高 腰层 好吧 你们每一天每个人先交伙食费 对 对交伙食费 伙食费是要交的 对对对对 对 我们就先定一个数 大家先交了 好 先把这个钱冲上 一人 六五粮 六五粮 六粮发炼棒 六百五 六五粮 六百五真的不够 为什么呀 你早上不喝宁奶呀 你早上不吃鸡蛋呢 我们要吃好一点呢 我不能那么差的伙食呀 足够的时候我们再开会 再开会 六百五发完了 再开一个会 主要没事干 可不就开会了 对 要不然大家坐在一块干嘛呀 我觉得15个人好吵 好吵 你都已经交了 我试了一下吗 你试你拿一块两块试啊 你拿六百多块试 你这孩子我天哪 哎六五零了哎哎六五零了 我也付了我也付了我也付了啊 那我也交 咱们都住同一屋檐下 我不交显得有点不太合适 哎呦交交交钱 所以大家都要交了是吧 每个人先交六百五试是吧 哎 现在就直接应交了是吧 我们同寝室的三位都交了 我不能不合群 哦 我们大部分都是啊 跟着投跟着投 好 啊跟着投了跟着投了 行 没问题 我也交了 我交完了 我都付了啊 反正15个人应该9750 等我看谁没交好 哦 哎呦这从现在开始勾进豆角了 不是 小麒麟你交了吗 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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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没付钱 我付了啊 我扯意啊 你不这样 哎 就 苏芒姐对我的信任 就已经到这个扯度了 我查 是你没付钱吧 是你没付钱吧 我看一眼 有了 975了 还下一题 下一题是 今天晚饭怎么安排 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入住 所以呢我们可以吃的丰盛一点 你有刁麻鸡对不对 你有那个麻辣烫 你有小面 那定一下吃饭的时间 五点钟开始张罗 好不好 好的 好嘞 我们讨论完了吗 村长 讨论完了 下一步 走 哈啤阿尔 哈啤阿尔 我的理想生虹 耶 开心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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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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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第一次全体大会 看似圆满的落幕了 会议的结果 我 嗯 有谁还记得吗 村长一提一个意见 我们一直在反对 哦 哦 哦 嗯 第一天上来很混乱嘛 第一天上来很混乱嘛 也不知道要干啥 可能就线下讨讨论 好嘞 桃花物怎么建设还得从长计议 理想生活从哪开始 从个人生活开始 反正我觉得15个人的这种社区里头 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 咱俩这不属实一个人 地方不染布 就得被大东西少啊 要搁他们的这不都没了 就得包装了 哦 我的天哪 这么大一个熊 还挺可爱的呢 你喜欢吗 那送给你了 没事 不用 我带不走 我直接回锯子 有愿意过快的 就愿意过慢的 有愿意一天到晚 精力充沛 我得设计这个 我得搞那个 没人拦着你 我测了一下这儿的水 就测一下这个水的污染物 好 零零 就说明它没有染物 我要给我们房间买点水果 对 让我们孩子们有点吃的 这是有羊肉对吧 多来点 我们十五个人呢 反正我觉得 每个人来到这儿的目的都不一样 我现在要做一份总表 各种各样的星期都做到 然后每个人都过好自己的目的 不要被别人的想法裹削了自己 快乐而又健康的生活 其实挺重要的 我来这节目人跟我说 你就到这儿过日子生活来了 所以说来到这儿 我就拿这儿当度假村 我觉得这还不错 不错 这是 这是你的那个 我的那些线 还有 还有吗 剩那个缝纫机 你要是说干活吧 我也就我肩膀能带手不能提的 我也不是说多有劲 但是看人家打缝纫机自己是弄不了 看着不管 那有点 确实我心里也过也不去了 哦 那个那个是缝纫机是吧 对 那是踏板的那样 小伙子 你的理想生活 刚才只能想想 他的性格其实挺成熟的 说了说了 能看得出来他不怕吃苦 很清爽的一个人 就觉得挺好的 这是我室友的爱 好室友 人想做点什么事 都得从心出发 集体的事也一样 当大家都朝着一个目标努力 看 这不就各归其位了 厨身吃货 切菜的往这边 洗菜的往这边 咱们俩在这儿 我们负责洗菜 你们负责炒菜 丹姐 你把这个装三盘 这两份装三盘 好 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照顾别人的人 把每天的日子过好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能爱自己的方式 那个月月 嗯 你去拿几个盘 咱们呢一边洗一边放 洗好一盘呢 咱就放一盘 我买了一些火锅回来 这是牛肉 太好了太好了 有肥牛腩可以煮 太棒了 汉哥 张汉我挺刮目相看的 我以前觉得张汉酷酷的 让人有距离感 没想到他参与度这么深 这么认真 我很喜欢认真的人 咱们是不是都没有买插线板呀 汉哥怎么可能没想到呢 我这买了六个 丹丹姐我有个问题 这个锅可以放下这三只鸡吗 我觉得可以 我来给你弄 来 这个壳好吃啊 好好好 太好了 都可以弄得下 我觉得 菜给我一点 我可以下菜了 八五菜有吗 可以啊 没看错 还是这届小伙伴 看他们开会 想让人当场蹲地 但一提到吃饭 就有了妈妈都会放心的 那种表现 你好 你这是干吗 我的记录 这位是子役正在 煮麻辣烫 煮麻辣烫 虽然看起来不雅观 但是还蛮好吃的 这位是汉哥 虽然没怎么聊天 慢慢聊 我今天做了焦麻鸡 做焦麻鸡 这个是你做的 对 其实就是卖 好吃吗 真好吃 那你第一天有什么感受 现在我睡得太好了 看似是记录 其实是想 想拉近一下关系 其实我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想让这个关系 更好一点 哈喽 杰哥 好久不见 我一直在学着克服 去跟大多数人接触 我一般怎么克服 就是能帮就帮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 更能减少一些距离感 这男孩可能干了 他晚上还帮我抓鹅 你腿好长 饿崽子 来 乖 这真就是你行 今天 汪子舞龙都没下去 腿短 我们先放厨房 隔天再把它放出去 大家桃花无地大善人 录舞连续 开始是因为我当时觉得 我忙了一天了 大家应该也看到我了 我就想测试一下 我很小心翼翼的测试一下 如果不跟我说话 那可不可以跟镜头说话 你干嘛那么兴奋 拍美女 哦 你们是郭佳佳的 你看 杰哥 坐我对面吧 我不吃 我吃饱了 吃饱了 你吃什么了 哎呀 因为我是过午不时的 我是晚上不吃东西的 哦 真的啊 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厉害 每天每天 十年了 这不是你吗 你不是过午不时吗 我没有过午不时 但是我吃饭了 感恩 有劲有名 有劲有名 感恩生活 感心相遇 感恩 感恩 歡乐 乾杯 来 对 今天不要生姐姐的心 我不会吧 姐姐真的不了解 我可能太 推得太快了 来 按你宝贝 你很超美 好 我爱你 喜欢你 好 我爱你 好好吃 我的张牙鸡体好吃 第一顿饭都这么好吃 那 后面就没了 太幸福了 我们吃完饭干嘛呀 今天吃完了以后 休息可以玩狼人杀什么的 愿意玩的 其实我相信 大多数人可能跟我有同感 就是不知道来干嘛 对 主要不知道该干嘛 首先我都没有想象 然后来了以后看到这儿这么漂亮 真心觉得在这儿可以参加一个慢综艺 跟年轻人在一起玩很开心 但是一天下来又会不知道应该给观众什么 和我们这个节目到底往哪去 我以为它就是一个 看我们怎么生活的这么一个节目 但人家想看什么呢 想看我们有什么创意 什么创意呢 就是怎么样带动这个村子的发展 那看看能不能把它给建设起来 刚才你讲的这个非常典型我 因为我一直没有明白 就我到底来干嘛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 就是我们想打造一个世外桃源 看来大家对下午那场会议都不太满意 但有趣的是 这次失败 好像让这15个人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方向 我把桃花屋当作我第一个的家 我一直都说我想当一个上班主 我可能会记录一些事情 虽然我觉得我毫无头绪 不一定能做出来 我觉得大家都是各行各业的 都可以一起排练点节目 然后收个十几二十块的门票 感觉这跟社区没啥关系 主要是感觉 我打算怎么 就继续和这里面的桃花屋的村民们 好好相处 我今天最深切的感受 就是这是一帮没有上过班的人 他们都特别有才华 但是他们的才华叫做个体才华 所以我们怎么能用大家的个体才华 变成一个群体工作 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天 就这一次我们只是先 设立大家自己的想法 跟游戏规则 就是嘛 没错 发现问题 反而会成为解题的关键 对现状的不满 反而会成为未来的行动力 突破口 有了 难题还在后面 设计规划 资源筹集 社交磨合 目前桃花屋的建设进度 零 我想想就头突 桃花屋究竟会被打造成怎样的社区 下周咱们再来看看 汉哥派我来拿了 吃三家饭 我不会帮这种忙的 他们真的很可怜 你在闻老中国史这种表情的 什么表情 你们就是在质疑我 小声点 好死了你们 走哪儿被悬哪儿吵的 那我们就讨论一下理想社区的这个事情 我的是要做一个冥想事 你就太表现自己了 这个时候不表现 别吵架 别拍 我就想弄烘焙屋 我的天 报警了 我这次准备的行文艺术 想大家一起做的 艺术好累 我之前崩溃 这个行文艺术让我觉得 我一辈子都搞不了艺术 有人想加入图书馆吗 不去了 我就说那不收你 你再过来 你把我们当什么 哎呀 我又分得这么亲吗 说真的挺不好玩的 这群村民太难带了 我觉得需要有一个人凝聚大家 咱们能不能搞一个联欢会 天团来了 郭麒麟 她喜欢的款 对 郭麒麟 我老早就对你有感觉了 你怎么有没有提天的呀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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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桃花屋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来拍 她说往左一点 然后咱俩都同时往右 那边是左 姐你拍我给你按 你稍微含一点 含一点 孟子依在拍照水平 贪忧啊 太无聊了吧 喜欢这个 近期海浣 我是一个人来的 我是两个人来的 三个人来的 四个人来的 五个人来的 四个人来的 四个人来的 两个人来的 三个人 四个人来的 五个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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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人还有你啊 五六八九 十 抢红包 我两个都抢到了 我都抢不动 这个时候就可以玩全新话大落选了 全把麦栽了吗 这个太危险了 你为什么还做演员 没办法 太红了 我来说 你为什么不做演员了 哈喽哈喽哈喽 嗨嗨你好你好你好 嗨嗨 哈喽哈喽哈喽 哥好哥好 那我住你对面呗 好嘞 我已经住在这了啊 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 苗董百科 苗董百科 世界如此简单 上知乎搜50公里桃花物和知乎大主 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看新闻上封面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封面新闻 一点资讯 有趣更有用 快去百度地图全景地图 参观50公里桃花物明星房间 更有独家花絮 等你解锁 界面新闻 为美好价值创造者打call 看新闻用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50公里桃花物官方微博 观看视频合集 边看边聊物理趣事 也可进入50公里桃花物话题夜 参与桃花物惊喜盲盒 桃花物理请 物理人迁到处互动 解锁更多惊喜 参与请回答 寄给桃花物的15个问题话题讨论 留下你的问题 就机会被翻牌解答 VR独家花絮由腾讯视频 天意云VR联合制作播出 360度沉浸体验桃花物 理想生活自在可得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percent